这一次的章节内容呢 我们要说眼睛的姿态 它在静硬五字里面呢 被分为八种 第一种是平视 正常的平视 它用在你可能半眼神指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技巧小段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预备的时候 就是平平的 眼睛平平的大概看过去 如果你有对象或者是你有镜子的时候 高度大概是在脖子到锁骨之间 不会就是真的在别人的眼睛上 或是你镜子里面的眼睛上 因为那样子有可能你会有一点点抬眼睛 那再来就是舞台通常有一点点高度 所以你把眼睛垂一点点的话 刚好可以看到VIP系的观众 第二个眼部姿态 叫做四周阿罗吉他 阿罗吉他他的圆形 还有你要怎么练习他可以这样子做 保持身体跟头不要动 眼睛物质推往上 然后往右 往下 往左 往上移动 这样子去做顺时针 然后一样 再就是倒反过来 往上 然后往左 往下 往右 再往上去做逆时针的练习 他会用在什么样的情境呢 他会用在譬如说 看到很宏伟的事物 然后或者是 你来到一处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你用眼睛就是带领观众 好像即便现场没有那个布景 然后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遇到 嗯 一些很害怕的事情 你觉得很害怕 就是到底有谁 可能在找你 但是你可能看不见他 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嗯 或者是你在黑暗里面 然后你 就是 到底是什么 可能是老鼠或是蟑螂之类的吗 嗯 害怕的事物 第三个眼部姿态是 侧前3G 它的圆形还有练习的方法是 或是 嗯 那你看的时候 不要看到就是 真的很正侧方 耳朵的这个地方 不要看到正侧方 因为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会觉得 蛮不舒服的 只要你看就是60度角左右 好 正面的时候 观众就会觉得 你的眼睛已经在眼眶的边边了 好 那么侧前会用在哪些情境呢 好 呃 侧前使用的话呢 呃 我们会用眼睛 呃 这个在日常或者是在演戏的时候 表演的时候 都会用得到 就是我们会用眼睛 好像去暗示方向 比如说有谁啊 就是告诉 问你说 诶 那个 嗯 我的笔记本放在哪里啊 偷偷摸摸的问你 那边啦 这样 在哪里啊 或者是 现在我要干嘛啊 然后你就 就是 快快去那边啦 指一下方向 这里啦 那里啦 可是因为你如果用头指的话 会 哦 这样也太多了吧 就像上一次我们的影片 呃 拍到的 就是会 就是会 也是用头一点点的 就像那边啦 嗯 但是如果更细微的话 你不想要 就是被看到 有一个很很 比较 呃 大的动作 这样 你可以 也是可以用眼睛 这样 就更加的 不会被发现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你在跟 呃 小动物说话的时候 或者是 小动物或者是 呃 呃有一些浪漫的情境 可能 Rata 或者是女主角 会跟花讲话 什么之类的时候 嗯 然后你可能会 呃 因为我要做单手 所以我做小花 第四个眼部的姿态 是左右流转 Bralokita Bralokita 它的原型是什么呢 嗯 它所使用的情境 通常 呃 可能你有一点点 犯错 做错事 你再偷看 呃 别人有没有注意到你 呃 很常 我很常看到的是 譬如说 Krishina 她窗户了 不管是小小的 她窗户了 然后怕被妈妈走 或者是 长大的她 然后窗户了 但是会 怕被那个 Rata 就是跟她 生气 吵架 等等 嗯 所以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在 想说 哦 有被发现吗 这样 然后 或者是 还有 嗯 很调皮的情境 就是 Krishina 或者是 任何调皮的角色 因为我们如果讲到调皮的话 通常会 就是 就是 Krishina的 那个性格 所以可能她 会是她 就是 很常用的一个技巧 嗯 那 Katak的话 很多很多 Krishina的 桥段嘛 嗯 第五个眼部姿态是 半闭合 嗯 半闭合就是 没有完全 闭起来 Nem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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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圆形是怎么做呢 请 就是 把你的眼睛 垂下来 好像我们在做那个 Naman 或是Wood party的时候 不是会把 手放在胸前吗 那你想 就是好像你的眼睛 眼珠子 然后去看到 手掌 手掌这里 的感觉 所以从正面的话 你会看得到 眼睛是有 看见的 但是她跟 臂上又 完全不一样 那她会用在什么样的情境呢 嗯 我们有很多的赞歌 不管你是 嗯 跳师婆 还是Durga 嗯 Garnesh 就是任何的 很多很多赞颂的 嗯 歌曲里面 你会用到她 这样子的眼睛 嗯 有神圣庄严的感觉 那还有一些在 故事的情境里面的话 可能是 嗯 臣服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高位者 然后 告诉你什么 你就 是 这样 然后或者是很 很 傷心 哀痛的时候 低下眼去 若有所思 嗯 你再 伤心 难过 但是你不是 眼睛完全闭合的 这样子 嗯 下一个是 就是 抬仰 抬仰你的眼珠 然后 抬仰你的眼睛 它 抬仰的角度也一样 你不要想着要往天灵盖的方向去哦 跟那个侧前一样 只要大概六十度 六十度就够了 哦 这样子的范 呃 这样子的角度 呃 就可以让你露出足够的眼白 嗯 呃 呃 它会用在什么样的情境呢 通常你就是 呃 看往高处的东西 或者是 呃 通常很 高位的人 有权威的人 宏伟的事物等等 比如说一座 你看到一座城堡 然后 呃 一个 比如说一个 很大的落鸡雕像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对 就哇 然后 或者是 嗯 高处的东西 看到一座山 好高啊 富士山 好久没有去了 好 然后 看向星星啊 然后 月亮啊 就是 我 我先用左手做 之类的 我们第七种眼 呃 眼睛的姿态是 快速滴锤 安努力道 安努力道呢 他的 原型还有练习方法 是这样的 把眼睛 就是双眼抬到 太阳的状态 然后再快速滴下来 太阳再快速滴锤 这样子 嗯 呃 他会用在当你对某人愤怒 然后你 呃 很 怒视 就是生气的看着他的时候 嗯 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最喜欢用的浪漫桥段 呃 你看到你喜欢的人来 然后你很羞奶 好 第八种 就是最后一种啦 呃 它是垂式 奥罗基道 奥罗基道 它会用在 呃 它是垂式 但是它跟前面的半壁盒 有什么不一样 嗯 半壁盒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 你把眼睛往下放 那如果是垂式的话 它是呃 比较动态的 是你有在看的 好 所以它的原型 还有它的练习方法 你看任何一处 它都是垂式 嗯 这个 嗯 用的 情境就很生活化 呃 可能你在看书 就是要看书的时候 阅读 你的眼睛也是有点点会动态的移动的 那或者是譬如说你在 看手 看你的 嗯 就是地上的东西 任何 都可以用到这个垂式 嗯 好 哦 錄完了 下次再见 拜拜